哈囉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白同學 白同學今天要來拍這個節目是什麼 如何教各位來挑一台老B 因為最近很多同學跟我留言說 要叫我分享要如何挑選一台中古車 我想說就用我自己使用大概 BMW十年的經驗分享給同學 當然我說的車也不是一定是最好的 就是我自己擁有它大概這十年的優缺點 分享給同學看 一起上課去囉 走 來 同仁我們第一次看車的時候 我們就是先看外表對不對 外表的話你就是先看 你看你其他在意的地方 看它的板金都有明顯凹陷 或者是哪裡需要在板烤的 那個你就自己斟酌一下 車子在看就是東人的嘛 四面你要先看一下 後面 後面你看一下 大概看車就是先第一感覺 整體上看了的時候 你可以先看它的玻璃 大概你看這個有沒有烙麻 但是烙麻這個的話 準確度不是說很高 你就先看這個 原廠隔熱值還有點嗎 我 irgendwie分享這種東西 我沒有去管說 市產個不少 因為要把端端比如說 沒什麼人敢說 這個 因為你在家人在看身目中的價格這麼相別 設計失敗的時候 你最常用自髮 這裡 這裡都可能百香 這裡板金的話 要忘記丸廠 第一部的介紹 白龍學這台是1998年 好像六月出廠 我裡面這台是真皮座椅 一般的話它都是塑膠皮的比較多 看前車主的選配 白龍學比較喜歡裝骨車 因為感覺CP值比較高 然後車門嘛 選雙B的話就是內裝一定要很漂亮 我覺得這樣比較有一台雙B的感覺 來 往後拍 膠條嘛 有漂亮嗎 但是膠條這個部分如果壞掉的話 台北廠一條五百塊就改掉了 另外一邊 就四塊門要看得很完整 當然是看你買的車架 像這個 我跟你講它正常外面有一個防水圈 但是它這是環保材質 它都會弄的 這台車的環保材質部分等一下再 為大家介紹一下 白龍學就很注重內裝 你看這個 像這個 它的 爬爬皮去刮到 不要燙味了 就大概整個氣氛就這樣子 這個是白龍學另外加裝 給小孩子吃那個 麥當勞賽用的 很好用啦 後面這台車它的優點的話 它就是原本 它就是五人座 是標準五人座它 安全帶是三條的 所以它的安全帶扣環你看也是 一二三 這個蠻重要的 因為現在 驗車的話 有的時候會驗這個東西 它有高速公路你在後面 後座也是 坐三個人可以一起吸上安全帶比較方便 這台車的缺點我順便說一下 這個安全帶 舊來批發 有你在關門的時候 有在這裡沒那麼關 所以你看 這裡都一點一點的 那是正常的 這台車設計到失敗的地方 為什麼要介紹一下 它這個安全帶一般的車 都是坐在裡面 米煮高的 但是它就很厲害 它坐在這裡 你不要坐下去 它這桌墊 立得六百 手動的話 它只是列這邊 如果說 電動的 那個 電動座椅 五二八的 這每一塊都會破 一定 破的時候 有一個方法 你把它攤出來它就不對 它算設計到失敗的地方 138也是這樣子 它這裡 它的好處是什麼 它的冷氣 它是從這裡延伸到車門 所以你在吹的時候 裡面會很廣 還有 這台車的優點 它的後座 是獨立空調 你想說 新車獨立空調 都有 我跟你講 以前這台車 二十年前就有了 它這裡 那時候後座 在吹風的時候 真的很方便 98年的款式 為什麼把它都學會推呢 因為這就是 它的冷暖氣 後面是獨立的 可以 前面吹冷氣 後面吹暖氣 它這裡的杯架 這後座人 設計這一個很奇怪 它的杯架都很淺 而且它的材質 又是那個環保材質 很多都破了 我是沒辦法去修理了 大概再刷一下 來 內裝再稍微刷一下 你看它的座倉 我看了不錯 來 我們先來做細部的介紹 好囉 來 我們接下來介紹 它的前座座倉 一些奇怪的功能 然後 來 我們先來發動 我來測試它的東西 你看 東學這台是黑龜 所以它只有公里表 如果說是美龜的話 它外圈就是英里 裡面那一圈就是公里 一種的看起來 怪怪 我比較沒感覺 然後這就是它的油箱 它裡面幾公升幾公升 然後這是轉數表 這個就是什麼 它在吹有沒有 它可以計算你的油耗 比如說它比在10的話 就是10公升它可以跑100公里 所以你那台車油門 你怎麼吹有 你走起來自動計算 這很準的 然後這個是它的溫度表 一般BMW它熱車的時候 恆溫之後再開中間 就是 這支線都是一張 我改那個 地溫水龜 71度它會是中間再 往左偏一根針 然後 這個就是 它在reset 你現在 我為了你把它reset好了 你看 等一下 這個就是reset 然後 其他的功能 大燈 大燈開關 是小燈 大燈 這個就是在調的密打錶 它的明暗 因為我手機有開 補光看不太清楚 然後 冷氣的部分 它冷氣怎麼關呢 你就是 關嘛 你開就是 直接這樣開 這樣就好了 這個就是壓縮機 然後這個室內室外循環 AUTO 前後儲物 一般前後儲物 我們是都沒有在開 然後這個是它的風向AUTO AUTO的話 盡量不要選 因為你選的時候 它放後不會吹 風門都會打開 所以我就是固定選這個 然後 這 最好看它的背架 看起來漂亮 歐洲人好像不在車上 喝涼的那種 因為 你背架你放的時候 你飲料放的時候 你如果緊急煞車有沒有 打開 冷氣面幫有很多下課 所以我就是去爭這種 那垃圾桶 看看壞壞的車有沒有 改靠在這裡 我覺得這個很實用 對啊 然後它就是 配偶手自排 就是它五速 那玫瑰的話 它就是四速 四速到五速 尾速在開的時候差不多 但是就是差在 換檔的 轉速的落差的綿密度 會有差 當然是可以五速最好 這它的點驗座 它一般的話 它的音響是坐在前面 原廠還有一種換片式的CD 但是白東學的另外一種 有衛星導航 但是內建導航 我覺得這隻很難用 我後來沒有在用 然後這就是 調能暖氣的 大部分 10台裡面有9台 暖氣差不多都壞了 對啊 所以如果買的老米來說 冷氣會涼就好 袋數我的標準 至少要10度以內 如果說真的最壞 袋數還要12度 要不然的話 你在南部的話 基本都蒸蒸不涼 這就是在控制電動窗的模組 跟電動後視鏡 為什麼白東學會推98年 因為98有這個 轉下去 自動收折 你若是97年尾的就有 97前它就沒有 但是也有可能人會選配 你再轉下去 又再開開 然後 這個部分就是 左右邊控制那個 後視鏡 這可以調 然後這是前後電動窗 這是兒童鎖 就是攝影時 它現在比較不會在那裡 在那裡 電動窗比較不會 枯頭雜的 然後你仔細看 那個電動窗好壞喔 你聽到什麼 很噁心的 這就是裡面的鋼索 已經破壞了 它在走的時候摩擦到了 大部分還能 撐一段時間 但是都用要破壞 那個維修的話 大概一兩千塊就OK了 這些東西 所以看車就是 這些細部的 你如果說看你的車架怎麼樣 你可以自己去注意 還有它的六角色 這裡 停下來看整台 全部 包括油箱 貨車蓋那些 都能不能連動 那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因為 你如果說六角色拍的來說 收率很貴 然後這是停車燈嘛 最基本的 這煙灰缸 因為白東雪沒有在攪拌 但是可能沒人要死 它裡面 小燒開開 1 2 3 它這個 三角來說 它做要怎樣 它這裏都用環保的 我這台還算很好 它這賣的時間都會破壞 很壞 然後你換的話也沒有多少錢 但是 就看個人 正常的有沒有 這裡還有一個乾門 不是乾門 它有一個 捲門 夠了 這也是環保材質都會破壞 這個一般我就不修了 對啊 另外我家中的東西 座椅旁邊都很會破壞 小屑的 我有用一個這個 怎麼撒去把它破壞 東西它就是 一些東西滑下去 就破壞在這裡 比較不會走在裡面 然後這個 煙灰缸在用的 這就是它的 支付箱 支付箱裡面 因為我都是 一些 線路都被破壞 所以看起來比較凌亂 然後 就自己加裝一下 行車支付器 我這個是前後有螢幕的 然後它的 閱讀燈 你當然要把它蓋 蓋好一點 但是 看車的部分就是 你要跟那個 買家自己 去協調 因為當時你跟人看得太清楚 車價不是很高 人家也不爽 所以 大家看車要互相尊重 這就是它的一種 無丁 每週都是這家沒有無丁 然後另外來講的話 它的雨刷在這裡 雨刷的時候它也是 上下嘛 然後 BMW它多的話 就是它還有給這微調 並說你把它蓋一檔 有在蓋 原來想像太多年 還可以下去配速 這是BMW 比較人性化的地方 然後 下面的話 這個就是在 來 後車蓋 你注意聽到 有撲一聲嗎 來 我們來後車蓋看看 它撲的時候 它已經打開了 你就直接這樣 開了 外電在裡面 當然你看 備胎那些東西 有在的話 是最好 千斤頂那些的 然後 它的電瓶是在這裡 它裡面就是 大概長了這個樣子 後面的話 這裡 它很多工具 恩任車主都沒有 但是我就是 來的時候 有缺 我就慢慢往拍 找找找 慢慢把它拼裝起來 完整性很好 看引擎室之前 來 我後面再介紹一下 它這39 它後面在開 這是觸碰式的 你就是這樣嘛 手把它壓下去 就啪 它就開開了 是不是 垃圾很霸 這兩支的話 奶大部分都壞了 我就是有另外把它換過 來 接下來 引擎蓋 引擎蓋在這裡 開開 這樣 然後那個引擎蓋 再開也是一樣 它這就有一支 那個波子 有 波子起來的時候 就把它拼開 然後就 拉上來 很多 你在看車 我說真的 這兩支 它如果不會頂得住的話 那一台車你再看 你就是注意一下 因為 那是一個小細節 連這個小錢 如果沒有開 有的東西 它印感也不會太好 那是我自己的感覺 我先講這台車的缺點 這台它的雨刷 那個噴水管 它做環保 時間一到它都會脆掉 所以你買來這台車 你在買 再試車 大部分你再去那個 試外雨刷的水 大部分都不會噴水 那就是那個 公派的 公派的你就直接去 買那種油槓 下去扛開就好 但是它 雨刷馬達是做在這邊 在這裡 很難換 但是換一次之後 就不會再派 你如果用原廠的話 弄下去 沒幾年就壞掉 然後這個因為它裡面 是環保水管它破的有沒有 它這個 這台那個 冷配有沒有 它都會 流下來 所以我一般都是用 束縣枝固定掉的 然後它的 環保材質的部分 我跟妳講一下 你看喔 這個 有能說嗎 這就是 偉大歐洲人發明的東西 冷氣 你用在這裡 我是用活性碳 這台車設計到很失敗的地方 我跟妳講 98年的它是 做得最好的喔 它這個 變高的人出來 你如果是97的 我用在配到的 每隻都 每隻都 每隻都破的 你怎麼用都用不好 你就是要用螺絲下去固定 對啊 它的 泡油 買雙B你要去接受它這個缺點 泡油 油說 一定都會濕濕 你如果看不濕濕 有嗎 像這個 這個環保材 它只是說 早晚而已 你開一開有嗎 泡油大部分都很垃圾的 我這台是算 我算乾淨的 好 然後我們引擎室 要怎麼看油 大浪 不大浪 我先給妳教 當然最基本的 我們先看這個水箱標 水箱標有在的話 就是代表 車頭 它這台是外圓廠的 但是 它這外圓可以 聽到外圓 上面寫了什麼意思呢 它這1200 正負25G 這就是它的冷媒容量 因為它現在的車 冷媒都是定量填充的 要看一看 美鳳大陸的車 它前面的話 39 跟46 不管是什麼顏色 它前面這個也是鋁合金的 它是下去做那個陽極處理 然後前面看有沒有撞過 我們先看它的大樑 空氣很重 空氣很重 我們這邊看沒有 就大概是這樣子 我們主要是看這邊好了 以此類推 這就是大樑 你延伸去看 漂亮漂亮 上面沒有明顯的撞擊 板修痕跡 這樣大部分就OK 然後看它的葉子板 上面也是副長葉子板 我這塊就是了 所以這塊是前車主 它這裡可能會去撞到 但是它沒有傷到裡面 這個就還好 如果說真的 有傷到裡面 它有拉出去 事實上都差不多 因為中車差不多要20年了 它已經沒有什麼價差了 你包括有撞跟沒撞 事實上價值都差不多了 那種東西你把它去衡量 因為車子的話 有些改裝品它是會加分的 像這個我都是會另外把它包那個 防火材質的浪管 你最重要的看 它裡面有撞油嗎 有嗎 大部分都會會膠掛 膠掛的撈 我這個膠掛 這個因為上座之前修過了 就很新的嘛 它撈的時候 它就滴了頭段 整台車刮給它炒炒 但是那個維修都沒有幾千塊 有人跟白鳳姐問說 推薦什麼年份的 我是本身是比較喜歡 39 1998年這一款 它那個水股又是機械式 它可以自己改那個71度 有啦 68啦 材人改 有人說改後比較好 我是改幾個檔不差 然後 它這個 它的缺點有沒有 它原廠 這就是做那個電幕的 這種材質最弱的 它就時間夠有 它就開始對這裡漏水 車失水 對煙你來說很重要 我就是另外把它改成鋁合金的 你如果說像後期的99年開始有沒有 還是好像1998、9月開始 它就是都做這種電子水龜 電子水龜 它的缺點有沒有 它這就是 和在集園器的國王黏著會 這是146的 我拿來看看 黏著會群 你這個部分 定期爛掉之後 這個要換 水龜就要換 然後 它水股做快速接頭 快速接頭的缺點 時間到很夠流水 而且它這個都會冷 傳統式的 它的好處就是 你就把它打個那種 防水膠 把它塞起來 它就很耐用 也沒什麼流水 對啊 就很讚 另外就是 它是舊款的 一般的水箱 這種的 材質其實很好 比較不會平 上面有這個環保水箱 護水箱 這很重要的 你如果稍微有什麼 湿水有 時間到 砰 就可以了 這個是146的 你如果說99年開始 它也是做這種材質 就看得很堵爛 所以這種東西 就是時間到一直換 開不完 剛才要開起來 蓋頭前的水箱 好像幾萬 好像材料金 我剛才都放開 有拿到沒有拿到 那就是說 看你自己的感覺 你割起來 沒有要責食到什麼程度 我是沒有在乎什麼 責食不責食 技術好的 我都用技術 然後 這個大燈 它每次來 差不多都會氧化 這個 如何拋光 這塊一搖蛋 我擦發到嚴重 我幫你加好了 對啊 然後其他的部分 我們外觀你就可以 再看一下它的通病 你像這個 頭前的膠條 它這不是故意做的 這是故意做的 時間到它就會爛掉 但是這膠條一圈 成本 原廠的一千二 但是工資可能 大概要七八百塊 你就把它抓兩千塊 然後後面的話 這一條就比較貴 好像快要兩千 所以這一本 它這角這麼做環保 我只能直接隨你看看 空調而已 三九的話 五二零它後面的排氣管 是這樣子 你五二八它就是兩丸 那兩個里董 那就是兩個洞 那我本身買車是比較 不喜歡 就改到那個排氣管 因為 我塞一種車 五四六 就是要讓它完全都沒有聲 我是比較喜歡這樣子 然後避震器 我們看一下 看它裡面 那種車有 那種東西就是 看個人的感覺 那你就來影片看看 我剛剛洗車了 稍微洗一洗 你不要吵 來影片看看 然後 後面的couch 這種車後面的couch 還蠻重要的 你看 蚊頭還有第二 對啊 很不簡單 看 它外面的話 三九的話 它膠條是有兩組 一組是裡面 然後一組是外面 你看兩組 所以 一樣 你買車說 買三九CP值很高 裡面的隔音 其實很好 98年的時候 它就是A柱也有AiBAC 但是 這我跟漫家都不會平 因為它那個時效性 好像都過了 那就是說 看起來比較爽 那 都學習慣 裡面用這個閉光電 這零配 還可以 把裡面的阿里亞柱的線 把它弄出 它這個 它的材質 這個還不錯 沒有 你如果說像 有的這裡有撞到 沒有撞到 看一看 但是 賣差很多 你就是整個車子 不要走的就好了 對啊 你看這個 扣子 你像這一套 我重考過 它這裡就稍微看 有一種 屑屑 不是一種 小屑屑 但是 我是覺得說 買來的車子 你說要買到 要買到二十檔完成 我覺得那個很困難 對啊 就是 考過的話 只要那個漆不要太爛 你像我這隻 有時候今天要打這個 清水洗一洗 就很亮了 老車 老油多少 你就是抓個維修費 大概 車價一層兩層出來 該整理該換的 皮帶該換的去換一換 機油換一換 這樣就好了 你要看說引擎蓋 密合度好嗎 我跟你分享 我都只是用壓的 兩邊都要進去 這樣這個引擎蓋的 綿密度 密合度也很好 有的人是說 看這個風氣 但我覺得 我比較不在意這個 因為 你台車 除非說你是買那個 十年車 五年車 你才看得很清楚 買這個十五檔以上的車 我覺得在看 比較清楚 來 我們試駕之前 先測試的鑰匙基本功能 來我們先把它上鎖 全部都連動嘛 像這個 這個油箱 這個都要鎖住 當然就四個門 全部都要鎖起來 然後 它另外一個功能 我們只要把它開 貨車廂 你看 它就開了喔 然後其他特色是鎖住的喔 放起來 然後你再蓋下去 它是直接就鎖上了喔 這是 它鈍型的鑰匙 它的功能 當然這個鈍型後期 你可以改 然後 再來我們就是把它打開 其他的連動 這個都可以開了 這是 白龍學覺得 老V基本功能 這個連動 這個都要有的 當然如果有些車沒有辦法 六角鎖全部都完整連動的話 那你就是 看你個人的感覺 你跟車主在溝通啊 來我們開始來試駕囉 走 白龍學終於知道 為甚麼DIY的影片 國內很多人要打開 因為打開這很費時間 我對白天都要打開了 補光同學勉強看一下 我們到車裡面 就是你可以先駕駛駛嘛 看它那個駛駛的延遲喔 就是打下去大概不會慢個一兩秒 如果會慢個一兩秒 那個也沒差 就是裡面的離類比較老化而已 那個沒有甚麼大礙啦 第一嘛 前進 後退 都綿密了嘛 來 我們現在開始來道路實測 要記得 你跟汽車的時候 你要做甚麼動作 都要經過車主的同意 比較沒有爭議性 就像你要跟操控別人的目 你也要見過人的同意 來 然後開的時候 我們就是先測試那個方向盤的 那個 間隙嘛 不要太大 它合理反而內 都還OK啦 直線來講的話 你就是 油門翻開 大概不會騙得很嚴重的 大概它路面水切 會稍微往右是正常 然後接下來就是手自排嘛 DS 我們先是那個運動版的 大概在捏那個感覺 然後試車的時候老V 它油門有兩節 有一節是KIT DOWN 那個盡量不要去踩 要不然的話 有的時候變速箱很容易下課 後來我們就有手自排 往上推 因為我 正途到那裡的特寫 我現在就 二速 然後 一檔 然後 三九的話 它那個會自動降檔 如果說塞板也會自動漏速 一檔 然後二檔 就像拍電動玩具這樣 三 四 五 然後接下來變速箱都 一到五檔 跳檔都正常之後 都很綿密 你就這樣開始來 道路實測 大概有個彎道 你就大概慢慢開一下 看那個感覺 然後 那個塞的時候看那個路面 看有沒有什麼顛撲 它就覺得怪聲 很明顯的 你說稍微有一點點老車難免 然後其他你就是看感覺 人家說買車進來就是 那個感覺 噢這樣燙燙 那台車就 可能是你的車 你說進來這樣 人家說 就是磁場跟你比較沒有密合 喔 白東學看車 分享一下重點 給同學參考一下 我在看車 我都先看內裝 內裝漂亮 引擎 大概狀況就不錯 啊 你如果說 輪胎四條都很新的 內裝大概就一定漂亮 喔 那是我的感覺 希望今天的節目 能為同學帶來幫助 因為 白東學有什麼 比較沒要拍這種 如何選老B 這種影片 因為每個人看車的角度 都不一樣 那是說 因為網友 很多人跟他留言說 叫我分享 要不然我在看車 很清楚 重點就是在車價 如果它高於行情 你就是 比較仔細看 低於行情的話 就重點看一看 這樣就好了 因為 可能像我本身那種看 好像DIY 所以維修上 我是比較沒有問題 就大概這樣子 不然如果有時候 在看別人的車 買賣的話 你就將心比心嘛 因為 車價你剛出不高 那在看別人的幕 小學 咪咪 讓我們看得很清澈 喔 該咪又一點記 這樣的話 大部分都會不歡樂散 看車的話 基本的尊重 一定要有 這樣買起來 買賣氣氛比較高 以上是白東學 自己買老B 使用大概 十多年的經驗 跟大家分享 但是我講的不一定對 其他的年份 那邊的車子 他都是有他的優缺點 你們再自己去做功課 記得要訂閱白東學 第1號教室 掰掰